根据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维和事务中心通知 北京时间11月12号至12月7号间 中国赴南苏丹瓦屋维和部队进行第十次轮廓 第十一批赴南苏丹瓦屋维和部队 是由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组成 一共编有331人 计划是编成两个梯队部署到位 在12号的18点左右 第一梯队的166名官兵 是到达了石家庄镇定的国际机场 那么一会儿办理完相应的出关手续 他们将从这里搭乘民航包机飞赴任务区 此次维和工兵分队共编有268人 主要担负任务区内道路 桥梁 机场 掩体 简易营房修建 以及供水 供电设施维护等任务 必要时还可为任务区其他维和部队 或当地民众提供工程支援等 据了解 维和工兵分队组建后 陆军第81集团居某合成旅立即组织所属人员 进行了三个月的封闭式训练 并结合自身特点和任务区实际 制定完善了各类方案预案 我们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出色 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 展现我军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 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不如使命为国争光 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此次维和医疗分队共编有63人 受领维和任务后 郑州联勤保诈中心指导任务部队 严格按照联合国维和医疗力量编配标准 抽组内科 外科 麻醉 口腔 防疫等 专家型骨干组成任务分队 受领任务后 他们针对疫情条件下野战防护 疾病预防 战伤救治等专业内容 展开了强化训练 据了解 中国第11批赋南苏丹 瓦乌维和部队第二梯队165名官兵 将于北京时间12月7号启程赶赴任务区 目前我们这次分队当中 有8人曾经参加过以前的维和任务 有23名同志参加过国内国际 重大救援的为情保障任务 这次疫情以来 我们把新冠疫情的防控 做我们的重头戏 全员训全考 确保圆满完成此次维和任务